我們目前只針對各位手頭上可能可以看到的六例做一個說明 目前這六例大概都是在門診或急診做過初步的檢查 雖然被通報為食物中毒 但是做過初步的檢查之後決定反院觀察 反家觀察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例因為這個案例第17例 他在吃了這個所謂的華旦河粉 在北一就一的這位市女朋友 那因為他的甘子數有稍微有點偏高 所以我們還是請他住到一般病房裡面去加強的觀察 那這是目前所進來的這六例 那沒有重症 所以整個台北市到現在 包括從昨天的14例合起來是有還是兩例的死亡 那11位是初戀反家觀察 跟四例是住在加護病房當中 是嚴密的監控 還有三例是住在病房當中 那可以比較有一個樂觀的一個發展 是案例8這一位 住在內吳三種的加護病房這一位 他的包括他的相關的一些生物監測指數 肝指數等等 還有白雪球都持續的在下降當中 那雖然我們還是讓他在加護病房裡面觀察 做最嚴密的監測 但是他的情況目前是朝向好轉的方向來進行 另外三位在加護病房當中的一個患者 那持續狀況都還是屬於惡化當中 那醫療團隊也是竭盡全力還在救治當中 第三個案例說提到這個 所謂的他有到保齡咖啡館 就是饒河用餐 那他目前的狀況是他的抽血的檢驗值 跟我們一般人都無異 那他的確他有腸胃道症狀 今天臨床醫師判定是一個急性腸胃炎 也就是我們常見的這些可能的致病原 或者是原因未明的一個 一個致病原所造成的一個腸胃炎 那目前做法上還是住在醫院裡面密切的觀察當中 那看起來不像是跟這一次的這個 所謂的毒素所造成的一個猛烈的一個罕見的 食物中毒的案件有相關的關係 那剛才有提到說這個 另外一個在北一的也是到保齡餐廳用餐之後 開始有一些腸胃道的症狀 那他這一例為什麼會住院呢 因為我們發現他有一個指標叫做肝指數的指標 有到1500多 那1500多我們肝指數的指標大概都3、40 那1500多的原因可能非常的多 那可能臨床的判斷上 因為他致數自己有到保齡去用過餐 再加上看到肝指數比較高 所以那個就判定為跟這一次可能相關 於是進行通報 那所以目前住院觀察當中 我們也會持續監測他肝指數造成這個肝指數的原因 那目前臨床端已經幫他排定相關的 腹部超音波的檢查等等 再進一步的確認跟零星當中 到底是什麼原因 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目前的證據看說 有些患者 患者那個裡面重症的 有驗出血液中有米酵淨酸 可是初步衛生單位在那個餐廳採檢的話 看到說一些板條內裹條 它並沒有看到米酵淨酸的 一些沒有驗到它的濃度 就是說因為有時候在採驗當中 就病人吃下去 跟當你採驗的也許不是同品 我覺得之後還是要多方面來化驗 因為我們掌握像11筆消費紀錄 有50多筆都是鮭仔條 但這50多筆鮭仔條 它消費在料理的過程 也不會只有單純的鮭仔條 當然還有包括整個西洋館的食材 醬料等等 所以這些我們在包括 查購整個料理過程的食材 還有在行政院會中央以及 包括包括桃園市副市長 我們因為他也是專業的 也提出來 這整個過程都必須要非常審慎的來檢視 所以也絕對不會單單只是鮭仔條 或河粉而已 所以我們每一個環節 每一個料理的食材 都把它全面的做一一的檢視 主要請幫我們講解一下 就是說您觀察到有可能 鮭仔條的部分是受到木感染這個部分 如果是做出來確定是那個菌 那個酸那個毒素 就是米酵菌酸 那這個東西主要的是在過去 不管是在東南亞或者是在非洲 都是在發酵的過程裡面 這個食材受到污染所造成 那大家也聽到了 最主要它會在一些寒脂肪 比較高脂肪酸比較高的這些食材 裡面就像那個椰肉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東西 那中國那邊也有很多的報告 主要的也都是在發酵食品的時候 它因為有受到污染 所以造成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事實上 窩仔條它沒有經過發酵 那當然你如果放在外面 放在室外 沒有做很好的冷藏 一般來講應該就是看 就是那個 那個先人掌菌的可能性會比較大 那先人掌菌的中毒 我們事實上這個 它的臨床表現不會像這個 米酵菌酸的那麼嚴重 所以現在看起來就是米酵菌酸 所造成的問題 那應該就是在食材的這個過程 在處理的過程裡面 所受到的污染 那在新加坡 大家都知道它也是屬於東南亞區域 而且它那邊有很多 跟印尼也很接近 所以他們的食安的這個警告裡面 事實上就寫得清清楚楚 當你在做這個白木耳 或者是黑木耳的這個發酵的時候 因為像台灣的黑木耳要處理 要煮之前一定也都要泡水 那有些時候有人會泡得過隔夜 甚至泡得更久 讓它比較軟一點 比較好吃 比較容易入口 當在浸泡的這個 第一個這個木耳 因為它會受到一些這些菌的污染 所以你要浸泡之前一定要洗乾淨 然後呢這個洗完乾淨之後 在浸泡的時候 這個他們的食安通報裡面 就告訴你說 你應該放在冰箱裡面去浸泡 不應該放在室外 因為你像東南亞地區 都是比較濕熱的這個地區 所以很容易會這些菌很容易會滋生 那台灣呢前一陣子也是蠻熱的 也有可能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所以呢這個菌呢就在這個木耳上面增生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看它只有那一家 這個保齡有問題 其他的保齡呢 事實上沒有發現有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這個回歸到最原始就是 一個餐廳的衛生呢 跟那個廚師的衛生 還有環境的衛生呢 事實上是 還是最重要的啦 還是最重要的 那醫生那個菌的 它是已經存在我們這邊很久 菌呢本來就是在 在泥土上面 或者在空氣裡面呢 多多少少會有 尤其是在一些的這個 古類上面它也會存在 它本來就是 它本來就是存在在這個環境裡面的 只是要有機會 它才會增生 才會產生這樣子的毒素出來 所以請教一下 所以它是如何在做 在處理的時候 產生了這樣的一個污染 我覺得 我猜應該是 他們那個 那個 木耳 黑木耳 黑木耳這個 那個 在浸泡的時候 第一個 它沒有放在冰箱裡面 第二個 它浸泡的時間夠久 還有就是 黑木耳要處理之前 沒有清洗 上面的菌呢 在浸泡的過程中間 加上濕熱 所以它就增生 那你直接拿來用 當然就很可能就會造成 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中毒的一個狀況